台湾啪啪走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李尚侯大家好,我是渔夫 我有一ksam去台北北寮 北寮有一个土书馆,帅到 起边还顶着是金髓中 在台南我也gl загdu讧,都有很多土书馆建出很 Judy 所以乖, default is very nice to see 这间就是 ranging from theám française,想说 Senki 位成台南台海帝国家的土书馆 他在二雄英雄年的時候開墓 你看看這幾棟這樣蓋起來 他現在像一本一本的車 這就是他的外表 現在這裡面有幾個站館 幾個站館從這頂館到學平來 建築書 真有巧思 他的設計 就是怎麼設計呢 他裡面有設計一個情形 我們去京都 去京都會去京都域 去京都域 你看看他有一個大階段 有什麼做的大階段 因為京都域的地方 有一些這種 歐洲散路的表聲道 表聲道說要拜拜的時候 你要經過一個很大很大的階梯 他就是階段 所以他們的特別是在京都域 來做一個大階段 那麼這個大階段要做什麼呢 像說你在這個樓梯 他平常也能變成是一個表演的頂層 大家就坐在樓梯上面 這間也是一樣 他今天可以順著這個枯鎖下來 他才有一個 像說台階堂 這個大階段 大階段坐在上面 這個車子都放在旁邊 這個小孩就可以坐在那裡 可以打車 也有老人的地方 也有給你K書的中心 所以現在裡面 外面還有那種街頭藝術的設計 設計得很漂亮 裝飾藝術 抱歉 那麼長輸呢 差不多是10萬分 10萬分 我們先來看看 這間是怎樣 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棟建築物 就開始在這裡打卡 這是一間藤術館 第一下一棟 第上三樓 這作品叫做一起飛翔吧 孩子 由了吉斯卡李牧仁 和嬌聖偉共同創作 這間藤術館 表面的設計 很像一本一本的車 貼上去 民宅是3682平方公車 這是讓你自己打車的地方 在這間藤術館 2015年 開始開用 主婦是由蔡伊朗建築書 請主設計 現在要從頂端站 開始參觀 這間藤術館 在鄉中有一個大樓梯 可以走 也可以拿去看車 這個藤術館 各位買收藏 10萬分的車 可以進入 前面的車廂 在這間藤術館 很穩定 這看起來應該是兒童區 所有的種樹都有經過殺分 這裡有什麼事實的地方 所以不用來這裡看 不怎麼找 在台南有一個日本人 說起來實在做很多好事 問他為什麼要這麼關心台灣 他說 比如說921大地震的時候 實在是我們台南離空一六年大地震的時候 我記得最初是因為他們輔導的時候 因為台灣人非常關心日本 所以台灣人關了很多錢 日本人讓日本人覺得很感激 所以那些津波或海嘯的事件後 這位日本人本來是在擔心 他在做議員 後來來台南來台灣賺這個福祉 政治福祉 我們也拿著福祉了 後來就住在台南帶著台灣 沒有 那麼在台南呢 如果2016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 這個台南因為這個地方 在台南有種種子裡通過 通過道門門的市場 在那兒騎三個車 騎幾個港就可以了 結果主委本人 那時候 他也將來拉麵 他開了一間 Mistr拉麵 一個整個間 那麼他開了這間拉麵 之後它就鑽去 他煮那個現場 這個難民還有救命的人去吃 很感染 現在台灣若是對有發生什麼困難的地方 他都可以講現就是去 煮給人吃 溫暖人的心 讓人有體力 還繼續去救人 這樣就行了 那麼這個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辣麵 這個辣麵特別多做的外面 這個外面算是可以保溫營的就是了 這個衣服這個叉燒 這個人在去 這個辣麵的形狀 其實是日本月翻過來 我是學會翻的 幸好我生日是幸福 我翻過來差不多意思是說 跟他們的那種同尾 什麼時候我生給他翻過來 翻過來後來 我是跟他說辣麵的幸福 什麼意思就是要感謝他 這樣我們台灣人可以救災 裡面可以吃好 這個就是一碗公的幸福 那麼這位呢 什麼人呢 我們走來看就知道 人家說賀心有賀寶 今天要來吃這間賀心老闆的拉麵 一禮拜就跟他說 他說他的麵是金牌的 要來換的有相當的保溫 這裡有國家的童骨子拉麵 童骨子就是童骨拉麵 沒有什麼 那邊就開始燒掉了 那邊就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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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掉了 那邊就燒掉了 這個拉麵醬油拉麵 看起來不管是童骨 味噌 湯油 或者是日本 其他有的口味 在這裡都也有 店頭雞叫做野奇小蘭 或是店頭雞的人 都會跟他比一度讚 這個碗是特別有冷靜 這樣聽說可以很保溫 這樣聽說可以很保溫 這是我店的第一拉麵 第一當然就是童骨的藝術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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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喝的黑蒜頭 感覺 當然野奇小蘭 都有很多好心的故事 現在我們就來聽完水母的 怎麼說 對 這間Mr.拉麵 是日本人 也是孝南先生 他開的 因為他對 他帶來台南的太太 在台南開過六間 以前 如果有救災的時候 他都自己 親身去到災難的現場 去港煮 煮麵 給人吃 所以很高興 去台南做得這麼多 好事 他怎麼會在這裡 他怎麼會在這裡 他以前是東京的議員 再來 還來台灣 台中文 台研究所 很認真 日本人 吃完還有點心 怎麼這麼好 現在這位日本人 算說 在台南 那邊就是市政府 如果是有 日本去鄉民的客人 他就很認真 很像這樣 要加強 就是台南 跟日本 旗艦的關係 有很多日本人來到台南 很愛台南 那麼愛台南 比如說 來 客人先來 說這個 瘦肉 有一個日本人 開了一間瘦肉 我們要知道 如果是說這個麵 早期有這個 中華蕎麥 就是 牛角瘦肉 中華蕎麥 其實是在說什麼 因為中華蕎麥 其實就是在說 拉麵 但是 因為日本人 在這個拉麵 日本之前 他們的麵 叫做 蕎麥瘦肉 這個瘦肉 其實跟這個 蕎麥完全是兩回事 完全是兩回事 不過 比較常 我們就準備 要來講這個 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 專台南 像一個 一間店 在做蕎麥 像一個日本人 在開這間店 我們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臺灣 趴趴趴趴了解 臺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厚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現在說到 這個日本人 在台南 在台南有一個 日本人 他叫做大洞 這位日本人 他很熱愛台南 也帶到這個 臺灣幕 很深色的 這個臺灣幕 你說 我問那個臺灣幕 你說 你怎麼說一句 他說 他要把我學一句 學台語 什麼我在跟他學一句 很深色的 那麼 日本人 到過年的時候 就要吃這個瘦肉 因為一種 就是 有這個 環館 連月蕎麥 就是說 過年的時候 要吃這種米 吃這個米的時候 要 我們 臺灣人 如果是在吃這個 整理的時候 吃那種米線 豬腳米線 那米線 不可以 煎長 但是他們 要把它煎長 煎長是怎樣 煎長之後 算過期的這種 賣的代事 都給他過 所以 有一些人 是吃金粉 有才會染一些金粉 這叫什麼 這種 因為瘦肉 在日本圍內 有一個 在旁邊的意思 就對了 你把它放金粉 意思是 我這個 錢 都在我的旁邊 就對了 在這間 很深色 不然吃瘦肉 日本人 又吃牛 三味琴 所以 親愛我才看 親愛的這種 名謠 他做得像 我們做得來 去看看 其他人 要吃日本的 瘦肉 只有這間 有而已 如果有 還很專業 攝影機 也有給大家看 有西哥士的 瘦肉嗎 你說黏月嗎 對啊 黏月喔 黏月就是 只要吃 早朝那邊 日本人 如果在新年的時候 都要吃這種 可惜 瘦肉 連月蕎麥 那個 楚西越那天吃的 蕎麥麵 就是 跨棉蕎麥麵 那 它的 麵的意義就是 比較 是長壽 然後跟過去 不好的事情做 所以要剪斷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過年的時候 吃瘦肉 要醬到 它的麵條 把它煎當 這樣表示 過期的 派溫 都全部 切當了 這個鳥很大 裡面有 收藏很多 有關 蕎麥的 日本豆 二百 是在說 蕎麥裡面 有兩分的 小麥 八分的蕎麥 這個比 這裏 這裏 夜陰 別人喝一碗 的酒 咬咬咬咬咬 的時候 他賣蕎麥 所以就 走出來 吃一碗 蕎麥麵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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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的時候,大家最愛點,是一顆月亮的月見 一隻手拿著杯子,然後麵夾起來,少量 這是最經典的 HAPPY NEW YEAR 小麥小丸子,也是蕎麥小丸子 大家一面,老闆結出沃克娜娃的三線琴 接下來又要現唱一首沃克娜娃的民謠 唱完日本歌,他說他還要唱一條台灣歌,叫做素貴昂 很可愛的日本人,他最近呢 越來越厲害,我近年曾訪著他的時候 他只能說日本人,我們所謂的國語 他是說沒幾句 最近既然跟我說他要出色 這有哪兒真厲害,這有哪兒天才行 這就對了,那麼這位 日本人在這裡開這個素貌 其實以前,剛才以前就有一位,從人家來 他會開一間叫做東京拉麵 東京拉麵不是都熟油嗎 他不是,他不是醬油拉麵 他是一種,算說我們照顧來的那種五花肉 看這個五花肉去做叉燒 叉燒來吃 那麼這位日本人呢,科學已經翁升去了 那麼後來還有人像就有這些幾個技術 都算說把他撈下來 所以呢,現在呢,每一天沒有這個 炒燒肉而已,跟那個湯頭 都是自己要來熬 這很多日本的拉麵店來到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漫畫,那個拉麵網 日本的漫畫裡面說 那個拉麵網是四家去吃這個 全日本的拉麵 有很多人說來台灣 來台灣只要吃這個 日本人說,這 這很好吃 不好吃的意思就對了 吃得不好吃 原來他沒有辦法 漫畫裡面跟他講 原來是放這個 骨粉 算是用粉做的 這不是骨粉,什麼粉就對了 OK,那麼 這個呢,到底是 安裝者那個日本人 撈下來的這種叉燒的做法 我們做的來看看 有拉麵獲得全排最強拉麵 它有這麼多平權的標準 要復合到達到它的規定 所以立中獲得第一名就對了 台南唯一 台南唯一 有不簡單 這就是台南之光就對了 因為我們的食材 都是蒸菜、食料 都是古法煉製的湯 不像我們現在市民在補 都是一些泡粉的、化學的 那是蒸菜、食料的一孔 蔬菜、水果 還有大骨頭 蔬菜的就是洋蔥、馬鈴薯、紅蘿蔔、白蘿蔔 還有蘋果、還有水梨、還有昆布 這樣烤烤烤烤 熬兩天 要大火、要中火、然後要小火慢燉 蒸菜、食料 這裡不夠,我們就在面 唉唷 即將推出的 即將推出的什麼 各式的炸物、日文的炸物 有那個沾麵 絕品沾麵 沾麵就是日本式的韻 韻的麵就對了 還有細麵 鬼刀細麵 還有雙七零和拉麵的套餐組合 還有那個炊飯 日式的炊飯 吹飯 是 請大家期待 來 所以說一碗拉麵 說起來 算是裡面 也要用很多心在裡面 不過我先要再告訴你 再說一段 我如果說這些銀杏 其實是在說他後面的故事 我不是在說他太好吃了 不要吃 所以你問每天 今天去吃吃吃 不然你的口味 你說這個魚腹你後面給我補 我是在說故事 要注意聽後面的故事 來 我們來講這個 現在 知不知道這是用豚骨 跟那個 日本人現在開始流行一種 叫做 就是魚介 魚介 就是魚 貝殼類的 魚類之類的 來做這個湯頭 那麼在這個台南 現在也開始有人這樣做 那麼這間很清楚就是 純瘤一夫 純瘤一夫 純就是 我問他說 純瘤一夫是 日本人的名字嗎 他說不是 不然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個 純就是香純的意思 瘤就是土裡 就是蕉 蕉 蕉 然後衣夫就是一個人而已 一個人在煮這樣 裡面真的一個 看起來 很像那個 日本衣 日本的工廠衣 穿起來之後 很像日本人 裡面有精髓 用這種魚介的湯頭 才能做到 是真有藝術 這種重作的料理 在台南 有精髓 新的時代 慢慢他們都希望可以 做出 比較不一樣 這種有種 職人 職人的精神 給大家鼓勵 所以我 特別帶大家來看看 這間叫做純舊衣夫 不過這不是老名 是店名 純舊衣夫的純 就是香純的純 酒 是教愛的意思 也就是雞肉 衣夫呢 就是 一個人 店名說完了 就來講他們的拉麵 第一個是我們的招牌雞湯 然後第二個雞湯 有加日式煎魚粉 第三個雞湯 好好加蒜味 第二個 再第三個湯 是水比較濃的 如果不要看 就是下面這三個 第四個是雞湯 加魚湯 這兩個是醋魚湯 這邊會比較清爽 看一下 一邊吃Sakara 會有魚的營養 另外一邊吃 東尼的 會有雞的營養 這樣就是講到 他用雞 跟著 交替魚介 來做魚 以控高湯的原料 這個麵也會當選 你是要比較軟 還是比較甜 那如果是加麵 免費 但是俗情 要說 南麵也有兩種 一種是Cata Roast 跟著另外一種是脆皮肉 Cata Roast 是第一的 熱骨後面 刻薑草薄 那些肉 是很甜 我看到 我看到 他在某些肉 你沒有在某些肉 吃 那裡 你沒有在某些肉 吃 這麵一般 如果想要軟一點 應該有些人 想要吃軟的 要做它軟的 牛肉不錯 牛肉不錯 這是軟的但是它是Q的 好吃嗎 魚湯馬上魚湯 雞加魚 它這個是最濃的 沒有醬油 後來小姐不要他會改 美食家 我們說實在 我愛用拉麵就對了 品種不好 好 對日本拉麵 我看來是飯吃多 今天不是飯吃多 今天是好吃熟 喔 是喔 熟的比起來 我的菜式是辣 後來是菜麵好吃 湯頭又好 雖然湯頭就對了 是 好 了解 好 這樣下禮拜要帶大家 來去看蘇花博物館 跟著台南很多 高級參聽的故事 下禮拜再會 我是漁夫 拜拜